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张杰,下篇执政班底,一、五大主将。 下篇,执政班底。 十七大后,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公开亮相时,一些西方媒体评论说,习近平向江泽民、李克强酷似胡锦涛。 但在北京观察家看来,李克强何止酷似胡锦涛,简直就是胡锦涛的翻版两人的举止言谈,试图经历、政治理念等等都如出一辙,都是团派这个模子刻出来的。 当初,胡锦涛选中李克强作为第五代领导人时,其实也选定了李克强的执政班底。 自2002年掌权后,胡锦涛的团派嫡系就有一百多人在省市区和中央部委担任要职,在与太子党。 上海帮的博异中,团派早就杰族先登,占领了地方阵地。 李克强的执政班底,说白了就是胡锦涛亲自选定的接班班底。 在这个班底中,有掌管高官人士运作的李源潮、沈月月,有把守舆论宣传机器的刘云山、吉炳轩,还有胡锦涛死户的爱将令计划,更有像汪洋、胡春华、周强、张庆离、袁纯青这样的封疆大力。 如此庞大而志在必得的团派精英群体,已为李克强铺垫好通往中共十八大政权顶峰之路,毫无疑问,他们必将成为李克强未来执政班底的顶梁柱。 1. 五大主将 刘云山、李克强执政 老大哥护航 汪、杨、李克强的坚定支持者 林计划、胡锦涛死户的爱将 沈月月、胡锦涛的人事总管 杜青龄、十八大拳斗的风向标 刘云山、李克强执政 老大哥护航 刘云山是胡锦涛的嫡系,也是团派重要人物之一 与其他中共第五领导人相比,刘云山的履历相对简单 他毕业于内蒙古吉宁师范学校 毕业后长期在内蒙古偏远地区工作 先后做过教师、宣传干事、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 1982年7月至1984年2月 刘云山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 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这一时期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清联主席 属于刘云山的上级 所以,有人将刘云山列位团派四大天王之一 而包括李克强、李源潮、汪洋等人在内的八大金刚 在资历上都要比刘云山低一级 刘云山和李克强在90年代曾有一段极为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 李氏刘为老大哥、刘对李也多有呵护 尤其在舆论宣传上对李多有关照 刘云山有一个标准的中共宣传官僚的形象 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 刘云山所秉持的口径就是标准的中国官方口径 或者更准确地说 中国官方口径就是他参与制定的口径 也有北京政治观察家指出 在胡锦涛的接班人布置中 刘云山占有重要位置 在李克强接班后 需要开动强大的舆论宣传机器 为其保驾护航 而刘云山则是不二人选 因此 刘很有机会部李长春后尘 可能进入常委会 继续分管意识形态 学历不高 全靠贵人提携 中共上层大多出自清华或北大 刘云山的学历知识中专 此外 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相比 他的履历也很简单 毕业于内蒙古吉宁师范学校 毕业后长期在内蒙古偏远地区工作 先后做过教师 宣传干事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 刘云山原籍山西新州 出生于内蒙古土墨特幼旗 旗相当于内地的县 与昔日蒙古王乌兰夫的家乡 在1969年以前 是一个旗 刘云山1964年初中毕业 考入内蒙古吉宁市 一所中专师范 1968年毕业后 被分配至当时的 土墨特旗的一所学校做教师 只工作了半年 便被下放至苏补盖公社 劳动锻炼 1969年 土墨特旗被一分为二 土墨特左旗 化归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 土墨特幼旗化归包头市 分别成立了两个旗党委 和革命委员会 刘云山的出生地 被化归为土墨特幼旗 旗党委成立的同时 他被调去当打字员 打字久了 也写点豆腐干文章 成了通讯干事 负责向自治区报刊 电台写新闻稿 在那个年代里 人民日报 新华社和地方党报上 刊登的地方新闻 好多都是以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名义 刊登或播发 本报通讯员基本上 都是党委宣传部报导组的干事 刘云山的宣传干事 一干六年半 终于盼到了贵人 前往采访的新华通讯社 驻内蒙古分社记者 田聪明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系的田聪明 被分配至内蒙古的 巴雁闹尔蒙政治部人干事 1974年年底 被调任新华社记者 在田聪明推荐下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于 1975年10月调刘云山 担任了该分社农牧组的记者 一待又是将近七年 他攀到了农牧组副组长 副处级和分社党组成员 1978年10月 胡耀邦点将 周慧接替调回军队的犹太中 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 周慧看重田聪明 从新华社内蒙分社调任自己秘书 于1980年2月 提拔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在田聪明推荐下 刘云山也被周慧欣赏器重 选拔他于1981年到中央党校脱产学习半年 1982年7月 提拔他为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党组副书记 刘云山虽是副职 但先后任正职的自治区团委书记 巴达呼拉和尤人 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蒙古族青年 刘云山一直是实际主持工作 与团中央有较多工作接触 与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 书记胡锦涛 刘延东都建立了工作之意 1983年3月 田聪明荡上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6月又兼任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而与田同时被提拔的蒙古族干部乌恩 当自治区委宣传不长 明显力不从心 于是 田聪明再次举荐刘云山 1984年2月当上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5年 刘云山被周慧和副书记布赫等人向中央推荐 为内蒙古干部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从那以后 田聪明与刘云山的地位开始变化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 田聪明的职务虽然长时间仍在刘云山之上 但两人先后进入中央层级的宣传部门后 刘云山却始终高田聪明一头了 不过 据熟悉他们两人经历的人事介绍 刘云山自始至终对自己的伯乐都十分尊重 六四清查时很低调 1986年 刘云山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 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长 这是周慧在内蒙最后一次 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决定下级干部的升迁 有当地干部回忆说 刘云山在担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部长期间表现得既低调又敬业 甚至以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朴素打扮 呈长途客运 汽车微服下访基层 此时的中组部 对于当年被周慧推荐的中央候补委员刘云山 至少是不感兴趣 所以 留在1987年 中共十三大上未能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十三大最突出的特点 便是在中共执政史上首次实行了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无济明投票 差额选举 邓立群 朱厚泽 以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其言 均是在差额选举过程中 未能如愿成为中央委员 不过刘云山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而是事先就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虽然未能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刘云山在六四后的1989年12月 继续当选连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刘云山在六四清查过程中 从未争出风头 表现得比较低调 六四后两个月 他便报考了中央党校韩受学院党政管理专业 他的中专学历 与大批科技官僚出身的四话 干部的差距实在太大 为弥补这一弱象 也避开六四清查的一段政治混沌时期 去上学是十分明智的 他于1992年 取得中央党校韩受学院毕业文凭 1990年元旦刚过 田聪明对刘云山等人辞行后 离开呼和浩特 去拉萨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 担任胡锦涛的副手 他后来的政坛仕途 就不那么顺利了 田聪明走后 刘云山向自治区党委要求到基层工作 1991年10月 他被免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和区职机关党委书记职务 以自治区党委常委等职务 到赤丰市担任市委书记 但1992年3月 他升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不过并没有回到自治区首府 而是继续兼任赤丰市委书记 当年10月 他参加了中共十四大 这次他重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刘云山返回赤丰市继续当书记 直到1993年4月 接到调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调令 告别内蒙来到北京 李克强一直把刘云山当成老大哥 中共中央一口气调来三位中宣部副部长 除刘云山而外 还有从上海调入的龚信翰 以及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平调的白克明 刘云山尽忠宣部当天 即被宣布为常务副部长 刘云山在中共十五大上荣升中央委员 从此独自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 一个月后被中组部明确为正部长级 与刘云山同时进入中宣部的龚信翰 白克明排名在他之后 在他之前当上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 徐维成 刘忠德 翟太峰也都被名列刘云山之后 如此安排 加上刘云山明显的年龄优势 虽然一直并未明文宣布 但就是瞎子也看得出来 刘云山是中宣部长接班人选 从刘云山和李克强的个人简历来看 两人没有直接工作关系 刘云山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时 李克强还在北大任团委书记 虽然李克强随后调入团中央 但一直负责学校部 跟刘云山几乎没有接触 不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 自1993年 刘云山调到北京担任中宣部长务副部长后 跟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的工作 接触相当频繁 在李克强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五年中 团中央每年都要配合中宣部 开展很多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刘云配合也很默契 知情人士称 刘云山和李克强的工作关系 很快就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关系 刘对李的印象和评价都很好 李思夏一直把刘当成老大哥 知情人士指出 后来李克强离开北京调任河南 刘云山对这个小兄弟也百般呵护 李克强在河南的遭遇和舆论对齐的负面 刘云山都严格控制自己手中的宣传机器 阻止了这些负面新闻的传播 很好地保护了李克强的正面形象 曾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而刘云山进入中宣部 将近十年终于平安熬到顺理接班 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他被另一个贵人丁关根接受 那么 为时摩丁关根能看上刘云山 人们对丁关根评价一直较低 认为他属于中共历任中宣部长中的保守者 而刘云山则被认为至少在进入中宣部工作之前 基本属于思想活跃 作风开放的青年干部 他进入中宣部后 接触过他的人也都认为他脑袋非常清楚 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砸烂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1977年恢复建制 但是担任中宣部长的未必就能进入政治局 例如 胡耀邦时代的朱厚泽之是个中央候补委员 自丁关根时 中宣部长都能在权力中枢有一席之地 刘云山很有机会循着一轨迹部李长春后尘 不仅因为年龄优势在政治局留任 还可能进入常委会继续分管意识形态 现在 对刘云山的总体评价是思想保守 垄断宣传 出生于1947年7月的刘云山 进入16届政治局时 虽然是最年轻者 但进中央委员会 资格相当老早在1985年 即已经被作为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人选 成为最年轻的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他当时只有38岁 是与其中宣部长的前任 年长18岁的丁关根一起进入中央委员会的 比三年前以40岁年龄荡上候补委员的胡锦涛 还年轻两岁 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 一次增补了中央委员56名 其中大部分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 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者 像胡锦涛 叶选平 邹家华 李铁印等 而当时刚刚被任命为铁道不长 党组书记不久的丁关根 则是在那次会议上被直接增补为十二届中央委员 十六届、十七届最高决策圈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胡锦涛之外 吴关正、贺国强、李长春、吴邦国 是与刘云山一起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 其余一多半常委的政治资历 竟比刘云山还浅得多 贾庆龄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比刘晚七年 不过 刘云山的中央候补委员 只当了两年 1987年秋天 中共十三大时 各方势力的代表要安排进中委的太多 照顾不过来 于是 他便榜上无名了 到中共十四大时 刘云山才东山再起 重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十五大时 晋升为中央委员 负面传闻太多 与其他第五代领导人相比 刘云山的负面传闻实在太多了 因此 有海外评论称 刘云山家族的腐败问题 或将影响到他的仕途 刘云山的家庭情况 官方并没有透露 但海外媒体传出 他的儿子刘乐飞 是国内金融业的大亨 尤其在2008年 刘云山连任政治局委员 兼书记处书记之后 这种说法 更是甚嚣尘上 据说 在中国人寿等金融部门 人们心知肚明 这个公开的秘密 尽管刘乐飞自称能年轻 而身处高位 秘诀是投资要做足功课 不过 若有谁去问刘乐飞 他会顾左右而言他 刘乐飞出生于1973年 1995年 他22岁时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或经济学学士学位 进入财政部综合司 很快就变成副处长 这对一般大学生而言 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25岁时 就任野经部直属的 钟野安顺达实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 同时兼任首创证券公司 执行董事 2004年8月 31岁的他 就担任了中国银河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 兼任北京银河投资 顾问公司总经理 更让人大吃意惊的是 刘乐飞33岁时 就担任中国人寿首席 投资官中国人寿总资产约1万亿 是中国资本市场上 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2009年月月 中国人寿发布公告宣布 刘乐飞受委派 副中信证券履职 免去其首席投资官职务 随后 他的新职曝光 中信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此时 他还不满36岁 方间人说 刘乐飞真乃金融神童 刘乐飞的妻子 是贾力青 据称是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春旺的女儿 有网民发帖说 2004年 年仅31岁的刘乐飞 被刘乐飞强力安插到 国内最大的机构投资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出任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负责掌管 超过5000亿元 保险资产的投资运用 以刘乐飞的年龄 学历 资历 谁都能看出 与这个职位根本无法匹配 而中国人寿的巨额资金 运用权力 在国内是无可匹敌 每年还有将近1000亿元的 新增现金保费资产 需要进行投资运用 对任何人来讲 这都是超级肥肉 历来被无数人垂涎追逐 如今 这块肥肉 被刘云山死死盯住了 这个帖子还说 刘乐飞在社科院读硕士 英语无法通过国家考试 连硕士学位都没有拿到 但中国人寿发布的刘乐飞简历说 刘乐飞是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清联委员 于1998年 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2006年 毕业于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主修财务金融方向 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另有网民发帖 根据刘云山和刘乐飞的原籍山西新洲 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竞商联系起来 还说 进京之前 刘云山主要在内蒙发迹 刘氏家族始终以内蒙为依托 大肆窃取国家财富 满足其家族无限贪欲 2004年前 刘氏家族已经暗中实际 掌控了大项投资公司 并且操作了对内蒙一例股份法人股的操控 股改后 其掌握的一例法人股 实值超过数亿元 同时还控股了另一家内蒙上市公司 金语集团的大部分法人股 而且 在内蒙掌控了相当多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包括煤矿 木矿等等 入主中国人寿投资管理部以后 刘乐飞左右一名一案 手托两家公司 轻松运作 大肆敛财 实现其窃取国家资财的终极目的 网铁还披露 刘乐飞最新发财线路图 则盯住了利用中国人寿的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 基本套路是 用中国人寿的钱到一个跟他关系好的银行 进行协议存款 然后指定贷款给刘乐飞控制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 再承揽中国人寿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这样 一个用中国人寿自己的资金 建自己的项目 刘乐飞通过自己控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赚钱的链条 就构建完成了 而且 不管国家任何政策紧缩调整 都不会影响刘乐飞借房地产开发公司安全发财 这一网铁还说 刘乐飞不但要利用中国人寿发财 同时还大耍无赖手段 谋求更高的职位 虚张声势 屡次上演假离开公司的把戏 闹一次 公司就得给他提升一次职务 先前 2007年 刘乐飞就张罗要去银河证券公司出任副总经理 逼迫公司为他特意设立了所谓首席投资官的职位 不到两年 刘乐飞再次顾忌重演 提出要去其他基金公司 逼迫公司提升他为公司副总 网民感叹 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 便家庭直接对位世袭 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 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济模式 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 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 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 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 被该阶层垄断 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 但是也有人说 这些帖子是刘云山 刘乐飞的政敌伤敌所谓 北大教授发公开信挑战刘云山 虽然北大出来的李克强跟刘云山私交不错 但北大教授却对这位控制中国宣传机器的高官毫不客气 2009年元肖杰央视新楼发生特大火灾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夜良在网上发表了一封 至刘云山的公开信 称其是不学无数的部长大人 并要求他向国人道歉 夏夜良教授在公开信中写道 2009年元肖杰晚上 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 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 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 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 骗不了中国国民 思想永远正确 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 刘云山先生 即使你绝不引就辞职 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 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 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 不管怎么说 几十亿人民币 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 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除死刑 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 你的官贤当然已经超过大夫 即即不会判你死刑 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 你可以马照跑 舞照跳 歌舞生平像没事人一样 你还可以到处视察 指示和批示 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 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 在你的直接领导下 到处阴歌厌舞 大放异彩 一片和谐 稳定局面 主旋律 响彻中华大地 夏业良教授 还在公开信中指责刘云山掌管的中宣部 多年来一直采取的渔民宣传政策 在电影电视作品中歪曲历史 并以此来教育国人 夏业良质问道 让人不明白的是 中国人民大多数 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 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 但是为什么越受教育 反而越糊涂了呢 夏教授在公开信第四段痛快的宣称 比试中宣部和部学无数的部长大人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 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 在你的控制下 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 求史和环球史报保持一致 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 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 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 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 你何德何能 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 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竟然设在中宣部门下 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 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宣部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 不学无数的部长大人 夏业良在公开信的最后 不但直指刘云山 而且还把矛头对准了他的同伙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彪先生 因为一篇讨伐中宣部 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 因为今天的北大 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 也不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大 不是西南连大时期的北大 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 但无论何时 在人们的心目中 曾经拥有过蔡元培 胡适 梁树明 陈寅客 马银初等先贤的北大 还将因为拥有林昭 贺卫芳们 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 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 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 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 因为你这样 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位数不多的 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而勇宰北大民间孝使 夏夜良教授最后写道 这两年 他的日子不太好过 与负面传闻太多 以及知识界的公开教板相比 刘云山曾遭受党内严厉处分的传闻 则更具杀伤力 根据港台传媒2010年初披露 刘云山曾在2009年12月初 被迫在中央书记处年终工作会议上 就自己多年来工作失职 追逐名利 作风浮夸 导致宣传战线重大事故评生等问题 做了审痛检查 据传 刘云山替自己归纳为五个没有 没有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个人与集体 个人与大局的关系 没有负起责任 按中央方针政策 指导并抓好宣传系统工作 新闻系统工作 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向组织伸手要名利 要权利 严重影响了班子团结 没有对自己在专业上 知识上有高要求 因此 在若干重大问题上 造成严重错误 没有一党的组织纪律 专业道德要求 约束属下的各个部门 造成宣传 新闻队伍专业水平下降 道德作风堕落 带来恶劣影响及后果 据说 中央还抓住了 刘云山执掌中宣部 所出现的极大过失 如思想极左 在庆祝建国60年宣传中 推出了毛泽东思想 还有 他批准全国在75个地区 新建已故党政军领导人的故居 纪念馆 活动就指145个 大瓜浮夸风 后被中央叫停 据称 习近平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 中纪委宣布 对刘云山做出党内警告处分 同时宣布政治局决定 即日起 令计划同志在书记处负责宣传工作 参加中宣部领导工作 也许正是因为遭到处分 刘云山开始频频亮相 而且表现得越来越左 这一点 我们从茉莉花革命中便可看出来 南方都市报 纪念五十二地震三周年社论 发表了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怀念他们的社论 随后 该文作者宋志彪被停职 据德国之声了解 在此期间 中共常委李长春 和宣传部长刘云山 到广东视察 南都报社高层 对宋志彪的处分有可能是在中国大的新闻管制背景下的自律行为 南方都市报 因此篇文章获得了赞誉 有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正是你及你的同仁们的不懈坚持 才时刻提醒我们与文明的距离 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家里 仍然有那样高贵的诗句出现 实在掩盖不住内心的狂喜 随后 有南方报戏传媒人在新浪微博透露 这篇社论的直笔编辑宋志彪暂时被停职 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 都不能再写社论或版面评论 暗示他也有可能被辞职 宋志彪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同行 也表达了他作为媒体人的愤慨 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媒体人处在最逼着的媒体环境中 很多媒体人在默默坚守 试图通过文字传递真实新闻和公众声音 但在中国当局的新闻管控下 加之媒体行政主管本身的自我阉割和审查 让很多的媒体人被附住手脚 中国新闻建成尾顿状态 他觉得作为新闻链条中的记者和主笔 遵守了严格的新闻流程 如果文章真的被中宣部门认定违规 也应该由报社的领导担当责任 由此看来 刘云山所主长的中宣部 在南都社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